年觀中間 中華地驗宿拍攝的雞酒工廠 不合藥價依使用酒精、香料、 調製類似威士忌口味的雞酒 以後已經賣出3萬多元 在賣過年囉 有不少藥價 看中酒品輸給兩大金 車專業的這酒塞 依使用酒精、香料 調製類似威士忌的雞酒 而且在關那裏拼一表記對外換修 中華地驗宿接著通報 檢察官只會合併進訪局 中華憲兵隊和中華威士忌訂單位 兵婚得了 收拾這酒工廠 兵分三路到這個業性鹹飯的住家 還有製酒的工廠 以及存放假酒的倉庫裡面 我們昨天就是有查獲到一些品質不是很好的酒 那因為現在過年了 嫌飯可能會利用過年的期間 來想要大賺一筆 所以說他 經過我們瞭解他這個原料製成一瓶酒大概 的價格大概在100到120塊左右 那市面價他販售給別人是賣了560到580塊 那我們查獲的大概有3萬多瓶 如果以市價來講的話 他應該可以獲利1300多萬 我們過年就是希望能夠藉由這次的行動 查獲這些裂酒讓這個民眾不要喝到假的酒 來影響到自己的身體健康 監禁茶口大量酒類新品 半新品 完療 香療 以及小坡 出血足療 在這裡通關相關比格和禁令 提高今年已經沒出3萬多館 補發日孫超過240元 我真懷疑已經跟葉宣富士林 還起來趕見 多中華新聞 亞鳳吾 會動要拆風報的